我真的太累了 准备出发去找我的私教了 今天的午餐刚吃满了一个hem的bagel 然后家里竟然没有牛奶了 所以就只能喝一个expresso了 我现在拿着相机手都在抖 做过pt之后真的整个手都抖 从中午准备继续看这个debate 刚刚在车上听了一点 现在可以继续听 camille的衣橱 太幸福了 这么多好看的裙子衣服 买的咖啡豆到了 来拆一下 这次cutter买了好几包 st ellie的咖啡豆了 这个很好喝 这个买过 这个非常好喝 包装都好漂亮 两包大的 他怎么买这么多咖啡豆啊 这个红色好好看呢 hello 我们来target了 明天在幼儿园要买一些小礼物给小朋友 在target看到了camille最喜欢的mini 你喜欢哪个颜色呀 你喜欢purple还是blue 要blue啊 好 回家啦 Camille的晚餐准备好了 我都提前做好了 回来就可以吃了 蒸了她最爱的小番茄 卤蛋 还有这个卤肉饭 然后还有蒸了一点西葫芦和米饭 都是你的行不行 哎呦 洗手了 这个手 甩一甩 两个手一起甩 自己擦干 手背也要擦干手 妈妈擦 你自己擦干手背 这个手背呢 好了 吃完了 好了 走吧 这个是Camille的洗手专用的leather 这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每次洗手的时候她就可以自己站起来 你怎么给妈妈两个番茄啊 去给妈妈吃的吗 谢谢宝贝 嗯 你好乖哟 嗯 你有好多番茄是不是 还有啊 还有啊 你先吃掉了再给你 嗯 终于吃上饭 我觉得今天太累了 我开车的时候觉得 就是真的很累很累 也就很疲劳了 因为今天没休息 一刻都没停 今天就是各种跑地方 然后准备东西什么的 因为要准备她的生日嘛 然后Santa也要准备一些礼物啊什么的 给其他小朋友 毕竟是第一次在Santa的生日 真的太累了 真的我觉得带孩子并不比上班轻松 大家都很累 但带娃也很累 可妙的人生中的第一个Barbie 正好Target在打车 给他买了一个Chef Chef 宝贝 我们打车好不好 你说个Chef Chef Chef Yes 给你了 这个是一个Cupcake 一个Cupcake